暑假期间,花莲县南区年度盛事 金正花季、丰年季已经热闹登场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也不缺席 特别利用金正花季、丰年季的活动机会 向现场游客及村民进行犯罪预防、交通、 富有安全、连镇伦理等多种警镇工作加强宣导 希望能够透过互动机会 强化游客及村民的基本法治观念 区克山六十十山金正花季、玉里镇 以及副里乡阿美族的丰年季 更是年度大型重要观光以及庆典活动 场面热闹不已 吸引不少国内外的游客 尤其封年季活动 许多在外工作的游子 也会利用这个机会 板家与亲友们一起来同乐 时间不免小折几杯 现场远景特别叮咛 参与盛会、游客以及村民 酒后无价车 另外也提醒关于政府为了振兴经济所发的三杯券 金融机构不会主动发送信用卡绑定 或者是预购失败等等简讯 呼吁大家应该要多加留意 并且要提高警觉 除假期间 青春专案的工作也相当的重要 也提醒了要注意职场的环境 以及工作性质 求职面试的时候 也尽量要请家人或者是朋友来陪伴 如此才能够确保安全 预理本局也表示 借这个大型的活动机会 现场向游客、村民来宣导 大家除了享受美景、欢乐以及温馨的气氛之外 也寄望能够强化社会大众对于交通、富有安全 以及预防、法治观念、自我保护的能力 相信在落实以及持续的宣导之下 大家都能够牢记在心 记者高双双预理采访报道